3月26日,台湾新生的偶像郭靖单任妨碍大使并出席宣传活动 一席淡蓝色白色群出场的郭靖显得格外惊心甜美 而他更是在场上为大家介绍多守好听乐趣,场面十分温馨 我会遇到三年,让海洋把脸放开吹到后不走,刺天空里 不喜欢别人说我相遇,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 正在筹备新专辑的国庆表示 此次的新专辑会有许多尝试和自我突破 希望大家会喜欢自己的新专辑 这次内容其实会跟之前专辑有比较多不同的曲风 然后可能比较多会女子的感觉吧 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因为已经唱了一些觉得曲风还蛮特别的歌 对啊希望大家会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此次日本地震慷慨全款的国庆表示 大灾面前会让自己对未来很恐惧 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帮助日本灾民 真的很多灾难一起就是不停的发生 其实内心真的会对于未来是有一点点 有点惶恐 然后又觉得说其实发生灾难的灾民 其实真的很可怜 而且新闻就不停的是在播报报道 然后自己就觉得说因为没办法过去帮忙 所以就只能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状况下呢 就是自己有捐款之外 还有参与一些这个意卖的活动 像之前就有跟其他艺人一起画了一个包包 然后到时候会在网路上面做竞票的活动 然后也希望有爱心的这个朋友们可以 和他们都会有的 所以真的有点滞在 在这边有点滞在 和我们还有一点滞在 和我们还有一点滞在